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立心 欢迎收听今天的标杆名人堂 诶张赞,你今天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位运动员呢?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运动员呢 他的名字叫做乔许戴维斯 他是一位1972年出生的美国运动选手 那他是什么项目呢? 诶对,我们还没有讲 不过呢,其实这个项目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点会哦 哦 就是游泳 哦,是游泳啊 没错,立心你会游泳吗? 诶,不是非常会 哦,对啊,其实游泳这个运动很有趣 会的人就很会 啊,不会的人就很不会 对啊 对,但是呢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戴维斯 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游泳健将哦 像鱼一样吗? 嗯,没错 在1996年亚特兰大的奥运比赛中 你知道他拿了几面奥运金牌吗? 不只一面吗? 诶,不只一面哦 他一共拿了三面奥运金牌哦 哇,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也才拿那么一面 他一次就拿了三面啊 没错没错 而且在2000年的奥运上 也赢得了两面的银牌哦 嗯,真的是非常厉害呢 没错 但是呢,在获得金牌之后 戴维斯觉得怎么那么空虚啊 他好像努力了很久 但是最终他的快乐只维持了一下下 他已经站到了世界的顶峰 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走 诶,立心你会不会有类似这种经验呢? 曾经有过吧 就是毕业音乐会的时候 嗯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 哦 那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在练习乐器的基本功 那练一首曲子呢 也是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嗯,那是当然的 嗯,可是毕业音乐会就好像昙花一现一样 在掌声过后 嗯 就像那个灰姑娘啊 嗯 再过了午夜十二点 所有的一切就变回原状了 哦 那你有掉下你的玻璃鞋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玻璃鞋 对,其实呢 戴维斯也是这么觉得的 他觉得呢 他其实花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这么努力的练习游泳这项运动 但是最终 他真的踏上了世界的顶峰之后 他所得到的快乐 不过维持了四五个小时 这一切好像一场梦一样就过去了 嗯 后来他细细的思考 他才发现 原来这一路真正最有价值的 不是那一面金牌带来的喜悦 而是因为上帝这一路上带领他成长 带领他慢慢的茁壮 这一路的过程才是他真正喜乐的来源 所以重点并不是得到金牌 得到掌声的那一瞬间 而是这一路上上帝怎么样带领他 让他成长的经过咯 嗯 没错 因为呢 戴维斯知道游泳这件事情是上帝呼召他去做的 而这件事情呢 不是为了要得到世界的掌声 而是为了要见证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 嗯 奥运之后呢 他就决定将他所有的心力 放在运动员的福音事工当中 透过他自己得到金牌的经历 来跟大家分享这位爱他的上帝 诶那加入福音事工也很好诶 嗯 众人合起来的力量 一定比一个人的力量更大哦 没错 而在多次的分享当中 戴维斯呢 也提到一位影响他生命很重要的人 诶 立行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哦 你猜猜看是谁呢 嗯 是 是妈妈吗 诶 妈妈也很重要没错 妈妈是要把这个人生下来才有这个运动员 不过呢 其实戴维斯要说的是 教练 哦 教练 没错没错 嗯 其实每个厉害的运动员背后 都有一位很厉害的教练哦 可能不止一位呢 嗯 甚至不止一位 而戴维斯最棒的教练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怎么说呢 耶稣教他游泳吗 诶 耶稣好像 不确定会不会游泳 不过耶稣好像可以走在水面上 直接用走的 对对对 那其实戴维斯呢 就分享说 其实耶稣是他最棒的教练 因为耶稣相信他 耶稣鼓励他 耶稣教导他真理 也帮助他将他的天赋发挥到最好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耶稣更棒的教练了 而且耶稣呢 不只是他运动上的教练 更是他人生的教练哦 有道理 有的时候耶稣好像在我们人生里面 放下了一些挑战 一些的磨练 那目的呢 也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成熟 没错 耶稣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最棒的教练呢 诶 李星你觉得戴维斯 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 算吧 他得了三面金牌 还不成功吗 嗯 对 其实呢 戴维斯的确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而他也愿意乐于 跟其他人分享 他成功的秘诀哦 你猜猜看 成功的秘诀有什么呢 嗯 应该要付上很多的时间 去努力吧 啊 没错没错 其实呢 戴维斯提到了 有三个成功的秘诀 第一个呢 是天赋 也就是天分的意思 嗯 上帝呢 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 而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将他好好的发挥出来 对 天赋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还有呢 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也就是努力 哦 就是呢 其实我们可能有天赋 我们可能也很优秀 但是呢 如果不努力的话 没有人可以达到 真正很棒的地步 嗯 而像戴维斯呢 其实他在小的时候 被别人不是很看好 觉得他游泳也 普普而已 但是呢 他经过不断的努力 学习练习 以至于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奥运金牌选手 哦 所以他的努力 让他可以打破别人对他的框架咯 没错 最后一点呢 戴维斯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 哎 丽星你看我 就像现在这样 这是要咬牙切齿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要保持微笑 要对人友善 不是咬牙切齿 是是是 戴维斯说呢 我们应该有正面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别人 我们在比赛当中 我们在竞争当中 不是要把对手给打败 而是呢 透过我们的天赋 去帮助别人 去激励别人 这跟我们平常所认知的 要去达到成功的条件 好像不太一样呢 嗯 的确 那像戴维斯 他在如何达到成功上面 有这么多的心得 他有没有更多的去跟人分享呢 当然有咯 除了到处去分享他的经历之外 他也出了一本书哦 出书啊 没错 而且他出书的内容 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像哦 广播吗 呃 其实不是 而是呢 他们也在介绍 很多的基督徒奥运选手哦 哦 真的是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呢 没错 而戴维斯呢 在书里面所选的这些选手呢 他希望选的 不只是好像在场上有很优秀的表现 更是他们真正用实际的行动 来见证耶稣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 感觉是一本很精彩的书耶 我还蛮想看的 嗯 不过我们可能要先把英文练好才行 要努力学英文哦 没错 也要努力 这些运动员呢 不一定是完美的 而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 他们在跌倒的时候 他们遇见了上帝 而且他们愿意相信上帝 靠着上帝 他们再次得着那走下去的动力 其实好像不只是运动员是这样的故事 嗯 可能每一个人的故事都 或多或少都会像这个样子吧 没错 就是有一个契机 我们遇见了上帝 而我们选择相信他之后 我们的人生就会很不一样 嗯 而在书的最后一段 戴维斯也跟我们分享到了荣耀这件事情 他说呢 荣耀不是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奥运金牌 而是我们真正的被上帝改变了我们的内心 而我们愿意不再把世界上的这一切看得那么重要 而是我们将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天赋去帮助别人 去感动别人 他说我们其实都很喜欢看很多人打破纪录啊 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但是戴维斯更喜欢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 因为这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哇 那这本书很棒耶 他重新去探讨了荣耀的定义耶 嗯 世界的荣耀都是这么的 看似美好 可是却是短暂的 唯有在神里面的荣耀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 嗯 说得很对 朋友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了不同的天赋 用这些天赋 也许你可以赢得世界上的奖牌 但是这只会带来短暂 而且会消失的快乐 唯有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 就像戴维斯一样 用他的天赋来帮助别人的生命 也只有在基督里面 顺服基督所得到的荣耀 才会带给我们永恒的喜乐 盼望今天戴维斯的故事呢 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收获 我是张赞 我是立心 今天的标杆名人堂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你的火焰照耀着每一个被帮助我 从此不再平凡的生命 你的光芒照亮着每一颗喜悦的心 上天空已摇尽了 这一刻梦想已经在眼前 你 没ban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